歡迎回到我們的直播現場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是 義控通智慧製造媒合平台 那要跟我們接受專訪的是 台灣義控通有限公司的 業務經理林聰玉林經理 那我們現在就播電話給林經理 喂 林經理 你好 有聽到聲音嗎 喂 你好 是 林經理 我是今天的主播建宏 陳總 你好 是 我們上次有見過面 等一下可能就稱呼你 Steven 好 沒問題 Steven 現在可不可以請你先幫我們介紹一下 就是台灣義控通這邊 大概你是一個怎麼樣 怎麼樣的公司性質 是在做什麼樣的產品或者服務 幫我們介紹一下 呃 我們主要是專注在中小企業 然後幫中小企業的製造商 媒合系統整合商的顧問平台 因為目前我們 呃 台灣的中小企業 有超過一萬九千多家 年產直接進一道 但是他們有外包的需求 我們之前做過統計跟拜訪 有六成以上的中小企業 有外包需求 但是他們常常只有 跟三間五間做長期配合 以至於他們的品質 還有他們價格 都沒辦法透明化 所以我們成立這個平台 來服務大家 好 那我們現在有看到 開始進入簡報的部分 現在是不是就針對簡報的部分 請那個 林總這邊 這邊幫我們介紹一下 就是有關台灣智慧 媒合平台 大概是一個 怎麼樣子的一個System OK 主要的話 像是我們第一張投影片 我們主要是 媒合中小企業 跟外包商的顧問平台 呃 從這三個圓圈當中 就可以了解到我們易碰碰 是可以扮演 客戶 外包商 還有顧問之群這個角色 因為 舉個例子來說 現在目前 全球化 然後彼此競爭也很激烈 而且台灣的這些製造商 有六七層是外銷導向 是 所以他們希望現在 缺工 然後客戶群也是以外銷為主 所以他們的產線 可能要從單機 或一整台整件的設備 甚至變自動化 按整場的規劃 老闆往往都是有預算 但不知道要找誰幫忙 只要找我們易碰碰 我們平台的六百間系統上 就可以來協助幫忙 所以Steven這邊有剛才提到 我們先就 先就第一個這邊下去分析 當然 顧客 外包 還有顧問 這三個如果能夠完美的結合的話 像你剛才講老闆其實都有預算 但是往往他們的時間精力 都是用在他們的本業上面 然後 他們大概有了這個需要以後 他們有時候很難就是 我又兼顧本業 然後我又要去想未來發展的事情 那請問你們這邊提供的顧問諮詢 那跟這六百間的廠商做結合 你們通常能夠提供 你們的客戶怎麼樣的一個諮詢服務呢 呃 比方說客戶 他往往分成幾種方面 第一種就是 客戶他已經很清楚 他的自動化的規劃要怎麼做 所以老闆很清楚他的痛點 可以把他的規格 預算和交集 告訴我們平台 那我們平台可以根據他的產業 他的需求 還有他的地點 每一盒這個區域的系統商 可能是三五十間的系統商 來報價給老闆 由老闆自行選擇要跟誰合作 那如果對於 這個自動化系統有疑慮的話 我們平台的二十位的顧問 可以初步的免費幫老闆做諮詢 所以Steven我們看到 Steven我們看到這個上面 就是產業痛點 大概就是 那所以你們這二十位的顧問 事實上他們應該對於各個產業 在自動化這邊上面的優勢 劣勢和需求 應該都能做很深入的分析 對對對 但是基本上來說 就像是台灣的工業4.0 那有一些顧問他是講說 台灣最適合的其實是工業3.5 沒錯 由這些最重要這些自動化的部分 這些大數據 還是需要配合老闆他們自己的專業知識 也就是他們 去跟自動化結合 才可以產出自動化的力量出來 所以我們就是 用自動化系統的專業 配合老闆他們自己的核心價值 專業技術 然後幫他做加成的效應 Steven說到這邊 我想這個其實台灣就是 應該算全世界非常多的中小企業 包含很多的加工區 竹科 南科 甚至像我們在南部這邊 那個鋼山也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市場 那我想要先請問一下Steven 我們先切入個重點 不會幫我們舉一兩個例子 就是真正 真正這些廠商 因為找了你們這個媒合平台以後 對他們這種所謂的資源的整合和平台的穩定性上面有很大注意 有沒有一兩個實力跟我們分享一下 比方說在一個在台南的小型的那個建材的加工廠 它原本它是屬於就是 進一些的天花板的板材進來加工 然後這個機械是屬於半自動的機械 然後請了大概五六個員工 但是這個流動性很高 所以老闆他為了解決這個方案 於是乎就找我們 易控通媒合平台 找到像是有關於板材方面的客製化機械廠 了解 我們這邊先了解到老闆的這個機械的運作 把人工的動作把它說明清楚 跟機械廠溝通 讓機械廠去媒合這些的電控自動化的系統商 一起提供老闆的服務 讓他們從半自動變成更加的自動化的生產 減少一些人員流動造成的困擾 這是台南的案例 那如果以台北一個廠商來說好了 他本... 他想要他是一個地坦的外包商 但是... 比方說這個控制器的語言 有分像西門子、洛克威爾或者三菱、基恩之 但剛好這間的廠商他只會三菱的 因為台灣的主要的西程上的用三菱的 所以他剛好要找一個會西門子語言的 透過我們這個平台 我們很快速的就可以幫他找到時間的系統商 會西門子的控制語言 馬上解決老闆的控制 他就不用再另外再請一個工程師去服務客戶這樣子 Steven應該這樣講 就是如果我是一個老闆的話 事實上我們周圍很多的資訊來源 也都來自於我們的人脈 那或許這個人脈又是單一領域 所以有時候很難去延伸到很多的面向 那我這邊先請問一下 就是你這邊有一個我覺得很棒 你有四個step 就是你的那個platform的serving 你的平台服務 可不可以這四個步驟幫我們講一下 你們大概的程序怎麼跟你去做步驟的配合 好的 因為現在易控通是在推廣的階段 所以會員的登錄跟上傳資訊都是免費的 是 一開始老闆只要把他的規格 預算 交集 地點 還有客戶的產業 上傳需求 然後我們跟老闆澄清清楚之後 我們會依照我們平台的600間的系統商 依照他的產業地點 快速的找到有有興趣的系統商來合作 系統商就會提出他們的報價 然後裡面含有價錢交情還有他的出戶設計 然後讓客戶自由去選擇要跟哪一間合作 我們這邊的平台也可以幫他們篩選機制篩選到三間 然後有些客戶習慣面對面談 detail的information 最後 他的原本的這個自動就可以產生自動化的運作 然後這個案子 我們本身的話就是 幫客戶媒合到收到當配 然後我們拿到我們的手續費 這案件結束之後雙方互給評價 評價在這個平台部分是最有價值的部分 好的系統商跟好的客戶 可以找到更多的配合廠商跟案員 大概是這樣 甚至有時候評價也是促使雙方 可以提供更好服務的一個方式 那我想說今天在這個平台非常漂亮 就是說非常棒的是你們有600間的協力配合廠商 這是對外的部分可以提供他這個resource 那對內的部分你們有20個專業的部分 在製作之前 就可以先給他一些所謂的建議 一些design的建議 然後最後再成功的透過評價的部分 可以讓雙方去做一個 互相搭配深度的搭配 那我們先改過再到下一張 這邊有寫 這邊有四個single 有四個向線 上面有提到 系統外包唯一的媒合平台 就是易控通 那最後 抱歉因為 那個今天還是有些時間的關係 可不可以請那個steven 這邊再幫我們呼籲一下 你覺得怎麼樣子 現在在台灣的廠商 有怎麼樣需求 然後要到你們的網站平台 或什麼平台 來做怎麼樣的一個程序 會最符合能夠解決他們問題的 那個過程 可不可以幫我們跟觀眾講一下 呃各位老闆 各位客戶 如果您本身對於機械想要客製化 然後並且省下一些人工跟一些的交集 可以讓我們易空通的這些客服人員 看看您的規格 然後快速找到合作的外包廠商 至少時間到二時間 然後讓我們減少成本 然後做出更有競爭力的產品與服務 創造雙贏的局面 大概就是我們易空通 可以提供機械自動化產業的服務 最後steven這邊 我們當然還是回到輕鬆一點的話題去聊一下 就是台灣其實是一個很多人喜歡創業的 那很多的中小企業 其實在要大不大要小不小的過程裡面 其實是最危險的 它的資金調度 人員調度 甚至一些法規取得土地 然後和地方政府相關的部分 那除了這個以外 我剛才看到你們有一個聯盟的圖 教育聯盟 然後顧問現場服務 核心技術 還有自動化的煤核系統 那像林總 steven 你這邊 當初是怎麼樣的想法 想要把它變成易空通的一個 所謂的核心的服務 是你有看到什麼樣子的案例 需要這樣子 還是你自己有些什麼經歷 想要整合這樣的平台 最主要 其實之前在台灣西門子服務的時候 跟我的同事 我們就了解到台灣其實 如果要把自動化跟工業這邊提升的話 最根本的部分還是要從事教育的部分 所以我的策略聯盟 斯騰達有限公司 他在2017年就跟經濟部和勞動部 舉辦六日產學專班 還有工業司令的論壇 所以我們本身就是透過一些產官學的合作 可以達到教育聯盟 還有顧問服務和媒合的系統 因為台灣有很多中小企業 在世界上是隱藏的冠軍 如果我們可以把台灣的中小企業 透過平台行銷出去的話 這樣才可以幫助台灣在國際上更加的有競爭力 是的 那最後我想要補充一個問題 就是剛剛那個Steven有提到 就是許多人現在狼狼上口就是工業4.0 不過工業4.0在歐美 在德國 它其實是一種目前一種最新的概念去運作 可是它其實是配合到很多的政府法規 然後它的自動化事實上是有AI 甚至是有一些大數據Big Data的使用 但是台灣目前其實還只是一個純勞力密集輸出 比較多的國家 那像這樣 所以你剛才講的很好 我們事實上應該是要慢慢從3.0 慢慢進階到4.0上去 那請問一下一共通這邊有沒有寫什麼資源 是可以給這些 比方說我們從小企業老闆 你們有一些相關的課程 或者是網站 或者是大家如果有這方面的需求的話 甚至可以先透過跟你們之間的互動 然後再來瞭解怎麼參與到一共通的平台 OK 那其實很簡單的就是我們會先瞭解 這個老闆他本身的公司規模 還有大概一年的營業額 還有現在目前他遇到了痛點 因為本身講到自動化 就是需要投入一個硬體跟軟體和程式的成本 所以有一些的中小企業他想說他要導入自動化 但是一隻機械手臂可能就要40萬以上 一個大數據和AI人工智慧 如果你的一年的出貨量沒有這麼多 客製化的單據的部分也不需要由人工智慧幫你做排程 所以這些的部分還是需要我們這些的人員到 了解客戶他真正的需求是什麼 然後幫助他們提供一個客製化的見解 那我們這邊現在目前平台上有大概超過20個模組化的解決方案 如果客戶對於解決方案可以幫助你們解決目前遇到的問題的話 可以先由解決方案去做入門這樣 今天跟Steven這樣的互動我覺得很棒 因為我立刻就想到我們下一場 可能就是正確針對工業4.0中的那個自動化還有AI 甚至一些我們剛才講的就是有些人他們要的那個自動化的機器 他們可能比較的廠商也都是比較屬於單幾個廠商 如果可以提供更多的廠商 那說不定可以添購到屬於自己工廠規模需要的硬體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可能我們到時候就安排一個單元再麻煩Steven 幫我們的觀眾做更深度的那個直播專訪 今天非常謝謝Steven參與到我們的直播專訪 Steven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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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掰掰